E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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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 女人的殿堂 小龍生 好 走在時代的尖端 現在科技這麼的發達 請問你常玩臉書嗎 臉書還好 是不是 但臉書現在有個社群非常非常的特別 兩個字叫 靠北 靠北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多人會去留言 靠北前男友啊 靠北前男友 前男友最遜容 那有靠北前女友嗎 不可以 不可以但是有嘛 對不對 因為每次都說我們前男友 說什麼小動作很多啦 脾氣不好啦 那你們呢 你們還不是 還沒想到一個點 就是說你們還不是 小動作也是很多的嘛 拐彎抹角罵人一大堆的啊 不過我覺得 沒有關係好不好 既然已經分開了 那我們就好好的對她 你真的是有現身刺痛嗎 對 你是講你自己的經驗嗎 不管是誰的經驗 你是怎麼處理前女友的事情呢 前女友 前女友其實呢 就是一個保持聯絡的好朋友 所以你還會跟前女友聯絡 不管是遠的近的 我都沒有跟前女友聯絡 所以說結婚完之後 這個禮拜都沒有跟前女友 婚前婚後都沒有聯絡 都沒有聯絡 好不好 那今天呢 我們也請到了三位喔 這個三位呢 就是我們圈內很有名的 前男友看到他們 好像看到冤親債主一樣 好不好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歡迎 楊秀慧哪裡有前男友 歡迎 你怎麼可能有男友 她的前男友就是廖天丁啊 什麼 這麼久沒有交 我前男友不是廖天丁 咋哭的啦 除了女人團 今天也請到六位帥氣的各國型男 有來自美國的賈斯汀和安卓 拉脫維亞的陳賢作 西班牙的古龍 德國的賀少俠 以及日本的夢多 當然還有台灣代表 張兆志和陳維銘 到底型男們 都是什麼樣的前男友呢 請問一下 前男友對你們來說 是什麼樣的一個定義 對我來說好像卡陰 對我來說呢 前男友就是 陰魂不散的傢伙 唉唷 你怎麼會有前男友 你跟那個老公 不是在一起很多年了嗎 你的 我 你怎麼每個都有意見啊你啊 不是 因為他比你年輕大概六倍嘛 什麼六倍 蛤 差八倍 所以你要算前男友要有時間 timing他可以加在裡面才叫前男友 是 有啦有啦 年輕總是會教一些 對啦 對啦 而且維銘哥就只對前兩位有意見 第三位應該還好了嘛 第三位沒 隨便他聊什麼都可以啦 喂 喂 小CALL覺得前男友的定義是 看到他們就噁心 哇塞 其實我本來想說惡夢 惡夢 很典型這種 早上人吃要死 吃要死 吃吃沒老子氣的這種 因為我知道 蕭惠姐 蛤 對啊 因為我哪兒叫我哪兒 那時候你跟他在一起 怎麼不會噁心呢 跟他在一起說人家噁心 這樣也不對嘛是不是 文明哥 對啊 問我幹嘛 沒有關係 我們要來問一下我們這邊 我們的聯合國型男友 我們問一下所有的型男們 對 請問一下你們是 什麼樣的前男友 是 日本 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 日本菜 冷冷的吃起來有點腥味 對 滿意哦 味 就是看起來很豐富 然後呢 那吃起來沒味道 沒有沒有 對 就是有可能是吃起來就是 沒有 就是味道沒那麼濃 但是 吃不膩 而且不會 不會很有 你確定吃不膩嗎 真的吃不膩啊 那你覺得這個日本料理會膩 我們給你來一個刺激的好不好 然後聽一下安卓 安卓沒試過了吧 安卓 好 漂亮 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溫柔 就是永遠會記得 跟好朋友的前男友 前男友很溫柔 我一直跟前男友聯絡都去幫人家搬家 對 我跟女友分手之後 他們可能一開始會討厭我 那是過一陣子 他們會想跟我當朋友 我也很樂意 那有一次是女友甩我 那我就忘不了他 第三個是不是 忘不了他 對 你 忘不了怎樣 沒有 我就我那時候在德國 然後他在台灣 然後我們就是 他 我在德國的時候他跟我分手 但是我還是想要玩回他 所以我就回台灣 我以為我... 現在沒有叫你講那麼多 叫你講說你是怎麼樣的一個前男友 對啊 人家在說 人家在說 你是在... 你... 你怎麼會不會吵 我會不會吵 人家說兩句話 你把他叫成這樣 你要討厭嗎 你真的... 水仔... 有人這樣嘛 水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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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情人嗎 水仔... 水仔... 不好意思 水仔... 而且那個少侠全程 一直看著他講幹什麼 我們都不是人 好... 你們都能看著我們說 我們看他的 OK 換一個人 應該是說我跟女友分手 我是...我可以當朋友 但是我不會再發生任何的... 曖昧的關係 我分得很乾淨 但是有一次就是女友摔我 就訂飛機票回到台灣 我以為我回來他還會想跟我在一起 結果還是不要 所以我白來台灣了 但是... 最後留下來也是好的選擇 我才在這邊 那古龍呢 古龍 我有一個漂亮的故事 可以講的 漂亮 就是幾年以前 我有一個... 我很喜歡的女朋友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大家要分手了 但是我還是很愛他 所以呢... 我就是... 每天我就是送給他一個花 在他的家 但是沒有資料 所以他不知道是誰在送花 然後我做那個威勒 就是二十天 然後二十天以後 我就是打個電話給他 然後我跟他講 我又給你二十... 二十不動的花 因為我有二十個理由 我還愛你 所以我還要再跟你一起 那你有... 看起來很浪漫 你有追回他嗎 但是... 終於... 他不理我 啊... 他覺得很浪漫 可是女生可能覺得很煩 死缠爛打 我覺得是... 如果在相愛的時候 你這樣每天一束花很浪漫啊 他說一朵 可是已經... 一朵... 哪怕是一片葉子 我覺得都很浪漫嘛 可是你已經分手了 就會覺得煩 你就算送到台正銷的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都沒有用 除非你每天送一顆他的鑽石 送到二十顆大概就感動了 那非常有用 每天送一個鑽石 送到第十天 他就被鬼拖走了吧 送完自己也送命了吧 真的 那我們聽一下 最近是愛情專家的George 是 是 不敢... 最近很紅耶 不敢... 一直都很紅啊 不住掛 愛情諮商師 對 不足掛持... 個人意見... 那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前男友 我是什麼樣的前男友 我是那種就是... 分開之後我會盡量真的就少聯絡 然後... 不要再太有接觸的那種 可是大字報不是這樣寫 請你開車跟蹤人家 大字報上面寫是說 以前年輕的時候也做過蠢事嘛 對... 就是分手之後覺得不甘心 不願意 放不了手 覺得我還愛他 然後呢 我就想要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跟我分手 就很多人分手之後他都會想要知道 為什麼這個女人要跟我分手 想要知道原因 後來我才知道我幹嘛要知道原因 他都已經跟我分了 我要知道原因之後我一定會更難過 他要不就是找到比我更好的人 要不就知道是我有什麼缺點 問清楚以後 反而讓自己更不舒服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車跟蹤他 然後站在旁邊 好像那種FBI有沒有 然後就等他 等他出來的時候就想要過去跟他講句話 可是你這麼帥 隨便站都沒人發現嗎 我那時候沒有 我那時候很菜 真的啊 我都超菜的 然後就一直想要跟他 好不容易等到他從他家出來 或從他家下班的地方要離開 我想上去講一句話 我發現我連那個勇氣都沒有 真的啊 都沒有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想要等他要說話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一件事 對呀 我就算知道了原因又怎麼樣 知道了一個讓我自己更難堪 更下不了台的原因要為什麼 這個也是後來我最近收到很多案例 都是這樣說 我女友跟我分開了 我很生氣 我應該去找他理論嗎 我說理論什麼 理論一個讓你更覺得自己 比不上別人的原因嗎 然後他們馬上就豁然開朗 真的 分開就是分開 就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我寧願不要再去聽那些 你不喜歡我的理由 我可以找一些 讓我自己喜歡我自己的事情做 是 成熟了之後的想法 真的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叫做相見不如懷念 是 對不對 那我們來聽一下韋哥的 對不對 那個在台灣早期 名頭姐那個時候 沒有 民間故事 愛情的 前女友 其實我跟Jo姐還滿像的 我也是有過 為了要追一個已經分手的女朋友 我也是每天有空 就騎摩托車跟她 而且就是因為她做業務嘛 就沒上班的時候 摩托車安全帽一戴 其實衣服隨便穿 每人會認識你誰 就跟她真的一樣 你哪 你安全帽帶 要去誰看不出來 下巴露線 下巴露線 翹起來 你不敢戴全罩 還扮照全過來 故事爛 你們一定要人身攻擊嗎 對啊 沒有 我只是說 它特徵相當明顯 對 對 但市面上還是買得到 遮住的安全帽 好不好 重點不叫安全帽嘛 重點 你是怎樣跟她一樣躁鬱的 沒有 不是同年紀的人 都會犯同樣的事情 差不多 做不久 但是我覺得我比她厲害 有的人會跟是 不知道跟什麼目的對不對 有的人只是覺得 不捨嘛 就看看她在幹嘛 沒有 我是每天跟以後 我會觀察一些事情 比方說她是做業務的 最近出勤的次數比較少 那就比較沒那麼累 最近出勤的次數比較多 一天三次五次七次八次 那就會比較累 然後有的時候你看她 看她出門從公司電梯下來 要走到騎摩托車的地方 你看她會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 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 你一算就是大概那個人 然後你再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就是偶爾還是可以打電話給她 因為前女友嘛 偶爾聊兩句OK嘛 你就這樣 就慢慢慢慢 你會無形中 透露很多你得到這些資訊的運用方式 所以我花了八個月我把她追回 唉唷 他們也是八個月 好了我們製作單位呢 也準備了靠北邊走男朋友的類型 這樣前男友到底是什麼類型呢 第一個就是說呢 要當好朋友 其實是監視他 對 有一種男生就跟你分手之後 我希望我們還是可以當朋友 而且呢更難能可貴的是說 這個故事居然是秀惠姐提供的 那合理啊 合理啊 因為你們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行為很低級 但是這個低級的行為 在秀惠姐身上OK啊 她是要聊她跟 日本憲兵隊的一段往事 對 就當 當喊天的日子 這樣框噴扣嗎 給我吹一下頭啦 不是 沒有 你怎麼少也吹嘴 真的 他來過 真的是 怎麼樣 不要看貓仔沒點好不好 沒有 我個人先建議你 找一下髮型師 你現在很滑稽 每天都這樣OK的 每天都這樣 來 秀惠姐說一下你的故事 跟那個日本大佐怎麼樣 喂 沒有日本大佐啦 我覺得男人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給他 三分染房 三分顏色 他就開顏色 三分染房 那個A 你怎麼 你沒有學問 不要亂用成語嘛 上節目前 為什麼要吃這麼多感冒藥呢 就好好的講話不行嗎 我覺得我的前男朋友就是給他 對他太好 他就嫌臭醜 就是這種人 然後你要狠狠地發威 就是不理他 說對不起 因為我們兩個個性不合 我覺得應該各分東西 你去找你更好的對象 也不要再浪費青春 也不要再浪費時間 然後他就會緊張 你平常對他很好 他就覺得不當一回事 然後你一旦跟他講說 我不想要理你 他就開始緊張 每天電話狂Call 一直Call 一直Call 那你都不要理他 你也都不要回他 他留簡訊你也不要理他 一直到他 甘心了 不打了 好 有一次呢 我就想說 安心了的話 那他應該是過往了 你的意思是說 安心了就上路了嗎 今天這個棒槌相當活躍 真的 到底他跟蹤你到什麼程度 他跟蹤我 倒不是像維銘哥說 身體力行 就因為現在很流行就是FB嘛 FB嘛 對不對 我現在很怕碰到的 好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去台東玩 那玩 FB那代表你 你終於就FB啊 你近幾年的時候 對啊 不得了 大概五年前 五年前就有FB嗎 有 有 有啊 有啦 那時候沒有那麼流行 那然後就是因為去玩 會PO一些東西嘛 因為那時候很新奇嘛 有什麼東西就POPOPO 打卡 有一天喔 我就在台東牧場 就在玩玩玩 然後呢 就看到一個人 那個人一台東 我就可能看錯人 然後我就走走走 有人叫我 果不起來就是他 我說 你怎麼在這邊啊 他說 我也是來玩的啊 這樣子 我說你來玩 他說我遠遠就看到你了 我真的好想你喔 對不起 以前都是我的錯 你可以原諒我嗎 你以前對我所說的 我都可以趕 一見面就講這個 對啊 他就是 壓力好大 他就是看 因為我不想理他 我想掉頭就走 那他不把握機會 我走了他 他去哪裡找我 因為我電話也不接啊 他拉著我劈頭就講說 對不起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我真的在沒有你這段時間 我真的非常想你 講到辛酸處就會覺得 啊 其實我也不要對他太硬嘛 哇 一天 兩天 三天 那時候現殷勤的 對你什麼百般都是好的 到第四天又 又糟糕了 又開始 死灰復燃 又固態萌發了 又趕快那些西郎眼又 又又又又舉起來了 這三天之內 你有跟他 沒有啦 為什麼 前面一定要 因為你沒有看到的表現 你怎麼可能跟他 後來我才知道 他朋友跟我講說 你知道他為什麼知道 你在台東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你很傻耶 有FB啊 打卡的跑掉啊 喔 原來喔 可是他在台北 對 不起而已 台北直接衝到台東去找你 也算是有心耶 所以為什麼會感動 為什麼會原諒他 就是冷心嘛 就是這樣子 是是是 因為節目時長只剩最後十分鐘啦 我們把這時間給嚴厲 就是這麼快的結束 謝謝你對我這麼好 那我就只要講十分鐘啦 是是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以前呢跟一個 我很愛的一個男生在一起 然後因為他呢 個性呢比較稍微比較 熱情奔放一點 某一天他就忽然跟我說 他要跟我分手 因為我太愛他了 所以我也沒辦法怎麼樣 那我就答應 那我想說他有一天 一定會知道我的好 我就默默等他 好 就答應 然後呢 事隔數年就這樣過去了 某一天 我們共同朋友約要去唱歌 想說聚會 我也不知道他會去 他也不知道我會來 因為共同朋友約的 也都沒有通知我們 然後好 就去了 結果我們兩個見當面就是 有一點小尷尬 因為當初畢竟是他跟我分的 那我覺得他有一點 見不得別人好的心態 他覺得我應該要 活得醉生夢死 然後要死不活得 都幾年過去了 因為我很愛他 我是真的那時候超愛他 然後他覺得我應該是要 活在這種生活狀態下 可是我們朋友聚會的時候 我就是非常的 陽光美喪 對 然後他可能就覺得說 怎麼我好像過得很好 他有點美喪 他想說應該要把我追回來 因為我過得越來越好 然後可能比以前還要 更會打扮什麼的 他就開始 展開他的那個複合計劃 每一天都在我家樓下出現 為什麼男生因為在樓下當警衛啊 男生都會這樣 因為男生很笨 我們真的想不出什麼 沒有其實對 真的 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做 對啊 然後我不是說我們有共同朋友嗎 他就會請那些人 再約出去吃飯 然後叫那些人 不要跟我說他會來 然後就這樣三五次這樣去 然後他也在他也在 然後就開始一直限殷勤什麼的 然後呢 之後過了兩個月 我本來覺得好像 有那麼一點點機會 因為我那時候也沒有男朋友 心動了 對 要不要就是再給他一次機會 後來被我偶然發現 他根本有一個交往三年的女朋友 這男生真的很痛 那後來你怎麼處理 後來呢 我就直接讓他知道說 我曉得你有那一個女朋友 那你就好好對人家 你不要再這樣來找我 然後他就是騙我說 那女的有小王 所以他很傷心 那不是更亂 對啊 那他還要把你追回去 你那女的有沒有小王跟我屁事 對啊 你就是有這女朋友啊 他就是想要HERO而已嘛 真的啦 真的啦 男生要復合都是想要HERO而已 要不你以為我們要幹嘛 對啊 不可能嘛 你一定是 你像蕭蕭姐那一定是 三天還沒跟他HERO 他就忍不住了 真的 他就說好 沒了 原型毕露 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剛剛我們聽完大女人的說法 我們這邊型男團也要開始反駁啦 是 對不對 好幼稚喔 他又跟我講 其實我看到你跟你的新女友的照片 我發現我 你已經真的不是我的了 但是我跟他交往之前 跟那個新的女友交往之前 他還是覺得 他可能很有機會 所以 可能如果一個女生砍不開 最好要把林宇班的FB刪掉會比較好一點 他比較容易放下他 你知道像這種事情啊 我最近受到很多個案的問題都是一樣 就是說PF 你講話好像黃月水老師 可愛 對… 是你老師 對…我碰到很多就是來問問題的朋友們 他們都是講說 他很放不下 他很生氣 為什麼 因為他的前男友或前女友 把他的FB刪掉了 他覺得對方很小氣 我就直接回他們說 拜託 你們不要幼稚好不好 三FB是會怎樣 是會痛嗎 會少一塊肉嗎 如果 喜歡你 如果我說可以這樣討厭你 或你討厭 或你不喜歡的人 把你刪掉 我拜託我舉雙手贊成 我就不要再看到這個人 不要跟這個人聯絡 不是更好 但刪你FB會怎樣 會難過會痛嗎 是不是成熟一點好不好 真的 不要再跟螢幕談戀愛 想要多好看這樣的 是 有時候說不定也不是為了討厭 有些是因為看到他有新的動態 你會覺得不是我陪在你身邊 我看多得多 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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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看 就是因為放不下 所以就直接刪掉 先取消追蹤 再加封鎖 然後再舉檔不檔使用 全部通用 不檔使用 舉檔 黑名單 那閒座呢 我有一個故事 我的前女友 我跟他分手的時候 我們打算就是當朋友 所以我們用電郵聯絡 兩個月後我看那個電郵 看到很多電郵 說我很想你這類的東西 這個繼續滿久 兩年差不多 持續兩年都寫 我想你這個電郵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很方便 最後他怎麼消失的 還是持續嗎 還是繼續 每天都還在記嗎 現在沒有 兩年以後就是 你知道有一種垃圾信件 是可以 可以先發兩年以內的信 一次發完嗎 真的假的 現在的那種廣告信都是這樣 真的假的 他先發 現在2015對不對 他先發到2017你刪不掉 每一封信的內容都一樣 那不是讀吧 這麼厲害 他就是可以先發到2017 所以你收信的時候 萬一2005他告別式 我2012才知道 來不及怎麼辦 所以之前才會有那個 阿嬤傳照片給孫子 可以這樣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要預約幾年以後 我要傳一封信回來可以啊 真的假的 我現在還知道 你真的有在一封信上嗎 不是 如果說是 如果說是情侶或分手 或是說可能是 爸爸來不及等孩子長大 那種會覺得很溫馨 可是如果是前男女友 是有點恐怖 對啊 不舒服 你以為這個很不舒服嗎 有更不舒服的嗎 有 前男友分手之後呢 就是他跟我說 那我們可以當好朋友 好不好 就是很peace 很和平的分手 講好 我說好啊 結果呢 就是我跟他當朋友的時候 他很喜歡我之前介紹的朋友 就是說跟他們吃飯什麼的 聊天什麼的 但是呢 他很喜歡透過他們問我 我在幹嘛 然後就是說 朋友的方式 朋友的就是口氣 欸 你現在在幹嘛 欸 你現在有沒有找到 新的女朋友 那種類的東西 但是呢 他明明就是心機很重 他還是很喜歡我 後來發現 我跟他分手之後呢 他會跟我的女生朋友 都會講我的壞話 我們要問一下 那個愛情諮詢師 你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是什麼樣的心態 其實對我們男生來說 我們男生來講 我們最常聽到就是說 不然我覺得我放不下你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家人情感 就是我覺得 家人 好偉心的家人 我告訴你 家人情感這件事情就是所謂的 還兵之計 只是讓對方感覺好像分手的理由 沒有這麼難過 沒有這麼直接 他其實就是心不甘情不悅 還想找機會 什麼叫做家人 男女朋友就男女朋友 有愛就有愛 真的叫家人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當你的男朋友 是像你的爸爸在家裡面 只穿個三角褲 看電視喝啤酒 露出半組器具在外面 那個叫家人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這個畫面才叫家人 那你想想看 你是要跟你男朋友當這種嗎 所以什麼叫做家人 可是我也不想要看到 我爸爸的半組器 那就對了 那就對了 既然不想 比喻 既然不想這樣的話 那就不要用家人這個理由 哦 對對對 也不要聽信男生說 我們來當家人 但通常這個都是 比如說是 那個提出分手的那一方 他不會做這樣的說法 都是那個被分手的人才願意 對 我覺得不說的比較可怕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很多例子說 那我們既然不能在一起 那我們當朋友好 他是會說的 那是緩兵之計 對 有人是不講 然後分手 好吧 那就這樣 保重 要傷害對方 接下來他還是每天跟你在一起 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有一個女生 他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交往了幾年 交往了幾年後來 他跟那個女的真的不合嗎 常常吵架甚至常常打架你知道嗎 然後兩個協議要分手 分手了 就已經分手了 從分手那天開始 那個女的 還是一樣住在我的朋友家 然後每天跟他同進同出 不管他去哪裡 那女生都跟著 包括去 酒店 或是去那個夜店 把妹喝酒玩 那個女的都跟著 他也不會怎麼樣 你玩你沒關係 他就要跟 分手了不是嗎 對 分了四年跟了四年 就天天住在一起 帶別的女生回家嗎 他到底為了什麼 就是比方說 他本來 他是我女朋友 他跟我住在一起 分手了 他還是一樣 只是我們嘴巴講說 我們分手了 對啊 但是他可以帶別的女生回家嗎 可以啊 那那個女生也在 那這樣是幹嘛 對啊 而且他常常帶別的女生回家 他是找不到地方住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感情的世界就是 旁觀者迷 你不知道這兩個人在搞什麼 那是實之無畏 棄之可惜嘛 那男的也願意啊 我覺得是那女的問題吧 那男生是沒轍 如果男生碰到 一定要賴你的女生 其實多數男生是 沒辦法 是沒轍的 你知道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這樣的女生 還有一種狀況很簡單 就是 就是一分手 兩個人大吵 要常常分手 要說好 不然我們不要馬上分手 我們 但是在那一陣子 會非常快樂 為什麼 就是 突然沒有負擔了 突然沒有負擔了 沒有壓力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一樣 吃飯 聊天 打屁 有人陪 然後搞不好還披露 對 然後披露完以後 可以各自做各自的事 我不用在乎你的感受 這個其實都是假性麻痹 在這段時間裡面 事實上你們已經 對對方沒有責任了 我有一個朋友 我就覺得 他們兩個夫妻非常的微妙 那要是我 我辦不到 就是呢 因為我那個 我那個男生的朋友 他本來就是 很 在外面比較 撵花惹草 那太太 每天都乖乖在家裡 但有時候物質也會必反 忍住就忍 忍久了就忍不住 那有一次呢 這個太太就故意生氣說 好 你出去玩 那我要出去玩 就跟他以前的同學出去玩 誰知道 酒喝了之後 玩玩玩 哇 真的跟一個男生玩上 哇 熱鬧 真的 因為他從 王當 王當 他從國中 就跟我這個男生朋友 班隊嘛 那後來就結婚嘛 他從來沒有接觸過 第二個男生 菜鳥船員 就是一上船就暈了 對 然後一旦他跟他老公傲氣出去玩 喝了酒 有個男生對他這樣子先殷勤 對他百般溫柔 完蛋了 然後又跟他老公玩 不一樣的東西 哇 天雷勾動地火 你知道嗎 哇 一巴不可收拾 他回來馬上跟他老公講說 那我們離婚好了 好 一旦離婚了 這樣有的男生也很賤 很愛玩人妻 你知道嗎 他認為你是人妻 所以我玩你 對 有責任感 沒有責任感 有這種人 有一種刺激嘛 後來他真的離婚了 要整身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他就覺得沒刺激感 沒興趣 跟他大概快要半年 他就跟他催了 催了之後怎麼辦呢 這女的當然很傷心啊 因為想回去找他原老公啊 可是原老公會原諒他嗎 他原老公一定不會原諒他嘛 所以因為他有兩個兒子嘛 那他們家是這樣 三房兩廳嘛 兩個兒子一人一間房間嘛 他那個坐相呢 他們家坐相 坐北超男嗎 他不知道啊 為什麼我要講說 這個三間房間呢 因為他就 這個女孩子呢 就跟小孩講說 你跟爸爸講 因為我現在 我也沒有男朋友了 我也沒有工作 我也沒有錢租房子 那我回去住好不好 那我跟你睡在一起 我不會打擾到你爸爸 他就是借顧跟他兒子睡在一起 好 這樣睡睡睡 睡久了 然後就有時候半夜 沒有半夜會去跟他老公改背 以後幫他老公打掃房子 以後幫他老公洗內褲 他老公帶女孩子回家 慢慢慢慢又回來了 對 慢慢慢慢 在裡吐 在裡吐 那 因為小孩子也長大了嘛 兩個小孩都大學畢業 各自帶女朋友 每次說 爸爸啊 你趕快跟媽媽復合啦 媽媽每天跟我睡覺 我女朋友要睡哪裡啦 這樣拱拱拱 要拱回去跟他老公睡覺 就和好了 沒有 他老公也覺得說 隨便啦 有時候也是需要啦 變床辦了對不對 對 所以有需要就來解悶一下 有需要就來解悶一下 我說你們這是什麼家庭 我真的搞不清楚 老婆討論一下那時候 你很幹啦 可是他如果回頭再來求你什麼 你其實時間久 你就覺得不必要 人都是容易原諒過 對 人都是很容易原諒自己愛的人 真的 是 那我們call妹也有 我有 你有來是不是 有 其中有該 我有 就是其實我 因為我剛開始交往的第一個男朋友 其實我跟他在一起五年 大學畢業之後 然後他就去補習班 然後找 就補習班班倒的工作 那後來他進去工作之後 他就跟其中一個女學生呢 就是慢慢的就是越走越近 常常就是會幫他課後輔導 然後課後輔導到 就慢慢的就住在他家的那種 半夜還在教數學 所以那時候我打電話給他 因為那時候那個期間之內 我每次說我要去探班 或者是幫他帶東西去給他吃 他就覺得說 我 你不要來 因為我在工作會不方便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開始可以 為什麼我現在都不能去找你 然後過了沒多久 我追問之下 我才發現他後來跟了那個女學生在一起 然後當下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畢竟是第一個男朋友 會覺得說 我們不是應該要白滿王子 跟那個白雪公主的那樣故事一樣 要完美的結局 結果他最後呢 他因為跟那個女學生在一起 大概才在一起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他那時候他很喜歡玩那個電動 就是在網路上玩遊戲 然後我也為了他在網路上玩遊戲 結果呢 他有一天就是藉由虛擬的人物跟我講說 我們分手 然後我在乎他比在乎你還多 然後我那時候多難過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很喜歡他 為了他我可以把身上即使只有一千塊 我都可以自己只花一塊錢 999塊都會買東西給他的那一種 然後我會把我的時間 全部就是去做他想要 陪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即使那件事情我多麼不想做 他這樣跟我講之後我就有點傷害 然後我當然是不想跟他分手 因為我覺得我很喜歡他 結果我就是這樣子一直死黏著他 他就提出了一個要求 他說好啊 沒有關係 那我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乾妹妹 那就是 乾妹妹的意思就是 對啦 就是啦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 結果我沒有辦法分開 其實我這樣答應他的這段日子以來 我就覺得超痛苦的 因為因為我發現我沒有 我每次打電話找他的時候 他就是不接 然後只有他需要我的時候 他打給我隨傳隨到 然後這樣子持續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覺得我沒有辦法忍受 我覺得我好像 這個人是虛擬的 而且我根本沒有辦法就是 跟他有互動的感覺 什麼互動 那穿衣服一次比一次快 不是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而且再加上因為我是私自做的女生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子不行 因為我沒有 我好像跟一個女生 然後共同分享一個男的 那種感覺真的很不是滋味 結果我就很下心來就說好吧 那我沒有辦法再做你的幹妹妹了 我真的覺得我超痛苦的 那好傻 就是那種是愛好不好 是你不甘心 不是 後妹就是涉事衛生 這個就要找一些資深幹部來教訓他 對 我覺得像我做人是這樣乾乾淨淨 要就好好在一起 不要就切得乾乾淨淨 不要藕斷失臉 那這個爛男人我好不容易擺脫他之後 他千方百計一直想要復合 所以你就當了他的乾媽是嗎 沒有 你當了他的阿公 闖閉嘴 不是 我想說乾妹妹玩 也差不多乾媽要出來了 是啦 然後呢 我就一直要來找我 我就不想理他 那他每天喔 整整一年的期間 他打電話就是都用無顯示的 我圍他就掛掉 圍就掛掉 打了整整一年 後來經過一年之後 然後呢 打來之後開始有講話 你好嗎 我說我很好啊 然後他說 你日子過得好嗎 我說非常好 他說 你都不想我嗎 我說一點而而都不想 對啊 他說為什麼你會這麼絕情 我說哪有絕情 我們已經分開這麼久了 你有事嗎 這位先生 沒有我只是想問你好不好 我說我很好 謝謝可以掛電話嗎 他說 其實我是要跟你講 他看我很冷漠 他說 其實我是要跟你講 我交女朋友了 我說 恭喜 乾你什麼事 恭喜啊 對啊 乾你什麼事 他想要欺負我嘛 其實我對他就已經沒感情 你交八個 那也是你家的事嘛 我說你交女朋友 並不要透過我同意喔 你請慢用 那你趕快去快樂 我在忙 我要掛電話 沒有沒有 你好像很不開心 我說我沒有不開心啊 都是他自己在那邊自說自話 你知道 我說我沒有不開心 那哪有 你口氣明明就是不開心 我說我真的很開心 我說你請慢用 你要這樣請給我 都無所謂 只要你不要打電話騷擾我 你看你看你就是在吃醋 沒有沒有 有這種笑 他真的是笑欸 就是笑欸 一直在演獨角戲 對啊 我說我真的沒有 我要掛電話 因為我很怕什麼 我其實我可以啪電話 把他掛掉 我又怕經過一年的慘痛教訓 他又會打電話不講話 打電話不講話 這樣一年嘛 你想一次把它解決掉 對那我想說 看你想幹嘛 跟你和顏悅色的講說 好好好 你有女朋友趕快去 我祝福你 恭喜你 然後他一直在編劇 好 你不要哭 我真的比較難過 對啊 後來講到沒辦法 我說好啦 我真的沒有不開心 我說恭喜你 我真的很祝福你 你不要裝了 你心裡很難過對不對 哭出來吧 大聲一點 真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說 喔 齁 你說你很開心 好 沒關係 我叫我女朋友跟你講電話 你不相信我的女朋友是不是 我叫我女朋友跟你講電話 有這種笑的嗎 我說欸 欸 不要 然後他就 我不知道他是 一個人扮演兩腳 還是怎樣 一人分飾兩腳 他黃俊雄啊 我要講啊 我跟這個全部都在 欸 你那是三代主啦 你是黃俊雄啦 他就這樣 欸 你等一下喔 你不要掛喔 我叫我女朋友跟你講話喔 我說我真的不要 欸 跟我前女友講話 趕快 趕快 他電話聲音很遠嘛 他 這是哪一招啊 這是在逼什麼鬼啊 那個是什麼聲音 這是在演哪一出啦 他好奇怪 趕快 跟我前女朋友講話 他姓楊 嗯 喔 就電話 嗯 沒關係啊 你跟他講一下 他不會怎樣 嗯 好了 好了 就這樣子 你一直耳塞受療 他就是這樣子啊 我說喂 先生 我可以不聽你這些電話嗎 對啊 我真的要掛電話 我就狠狠的電話把他掛掉 後來他又打來 我就不想接了 喔 有沒有這麼爐的 又一年喔 然後過了一年之後 他每天在樓下可以站港 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搬家了 窮追不捨 那時候搬的家是我家 已經有警衛了 是 他每天 警衛每天都給我按電鈴 按電鈴幹嘛呢 他說楊小姐 這個 樓下有妳的點心 我說點心 是啊 我又不是有訂什麼 國農養乳有沒有 怎麼會有點心 知道嗎 要是早餐才有的 那個牛奶啦 對啦 蘸養乳 國農是鮮乳 有沒有做功課啊 不要再幫他們打廣告 就是他吃累的 反正我每天都有飲料 要不然就是有宵夜什麼的 我說我沒有訂喔 他說沒有 子明是要給你的 他每天送一份宵夜 在警衛那邊 我問你你敢不敢吃啊 大概就要經過三年 三年 真的 你是哪裡有過人之處啊 對啊 你剛剛是 差不多啦 我不知道 剛剛那個就是說 在炫耀自己 就是一個 雲子回味 熱無窮的女朋友 是這樣子 噴啦 他在炫耀喔 真的是氣善喔 我們來問下一個問題 對 我們有更曲折離奇的啦 我們問一下賈斯汀 賈斯汀你會跟分手的前女友 在那邊嗎 不會 分手了之後 不會 除非我們又在一起 對 但是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天 他跟他女朋友吵架 然後超大聲 然後吵好幾個小時 結果他們最後決定分手 分手完之後 但他就一直炫耀 我已經分手了 把他封鎖啊 已經很開心 要找下一個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 我那時候住新北投 我在走新北投那個公園那邊 很多那個旅館 結果看到他跟他的那個 那個潛女朋友走出來的那個旅館 但是兄弟的規矩 你不說我不問 你不說我不問 這哪裡的兄弟 男生不會被怕 男生不會問那些啊 可能是美國的 七加哥那邊大概是 因為我記得投名狀 好像不是這樣講的 兄弟亂我兄弟者 應該是必殺之喔 我們還是問一下夢多好了 他國語真的好很多 來 夢多 我是還好 其實我不太會找全女友Hero 但是 好 學得蠻快的 對 對 對 但是就是聽說我朋友就是 因為另外一個我朋友 他跟女朋友分手三年多 還是找他Hero 所以呢 我說 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比較有默契 然後就是他要 就女生要男生要的需求 都互相都知道 所以就是說比較 合作起來比較快樂 愉快比較輕鬆 合作者 可是女生 他講得非常好 可是女生不是要有愛才能信嗎 沒有 不一定 看人喔 真的看人 有的女生其實也可以 像他講的這樣 就純粹我們只是單純那樣的行為 有 真的有很多女生這樣 這聽起來 維銘哥應該碰過不少歌 我還碰過純粹只是朋友 只是有好感就可以 對 你沒有多想 只是覺得就是朋友 可是無意間他聽到他說 朋友 朋友的話來一次是OK的 就啊 OK啊 散散之交嘛 對 其實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很多人的觀念 是比較開放流的 可是在台灣怎麼可能 你跟他有一次 他就開始會多想啦 我跟你講不見得 那是你很早 後來你很忙了 你很早出去玩 現在很多 欸 你知道現在很多女生是 你是說他沒有見到四面就對了 對 就後面的四面沒見到 現在更多女生是 當你跟他HERO玩是 女生轉過來跟你說 我們就 只是講啊 真的假的 對 現在在女生都這樣 真的很多女生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已經變了嗎 我有朋友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女生 然後帶他回家 然後回來以後 然後早上女生就自己 在天亮之前 自己衣服穿一穿 然後回頭看看我朋友說 你應該不是認真的吧 該不會還抽四後也好 對 現在很多女生是這樣 我們要問小梁哥 小龍哥應該碰過不少 唉唷 小龍哥 我好聊嗎 你很好聊 你早一個禮拜問我這一題 我可以講半集嘛 對不對 還是你還可以講啊 我們往前撥嘛 對 往前撥就好了嗎 只有 只有押後撥 瑋哥哪有往前撥的 我們到時候在影音網站上 故意寫之前的日期 對 日期 好不好 有沒有碰過 不是 因為這種做口碑的 你這種把人家講出來 對不對 那什麼關係呢 是不是 對啊 都沒有啦 其實沒有 沒有 那張老師呢 張老師是不是有碰到一些 有時候喝醉了 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很難講 是因為這樣子 我有一次真的是這樣 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刻意的 還是不小心的 那身邊 我們分手嘛 然後那時候我的前女友 他就出去玩啊 幹什麼的 然後他朋友晚上就打電話給我 手機我那天沒關 他說欸 那誰誰喝醉了 我說喝醉了 那你們趕快把他送上計程車 他說可是在計程車上 他一直大爐 說我不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 那我就說 那不然你們看誰家 可以讓他稍微醒一下 然後再讓他回家 他說不行不行 今天這個人他家裡又有怎樣 這個人他男朋友也在 這個人他父母親不喜歡人家吵 就是沒有人可以收留他 那我就說 那怎麼辦 那就只好讓他來 就前女友來 然後門一打開 就醉醺醺的搖搖晃晃的 欸 熟門熟路的 自己換衣服洗澡幹什麼 然後砰 被子應該躺在那邊了 哇 那怎麼辦 也好 好像也沒有這麼醉嘛 照理講這陣醉的應該就是 欸 就沒有啊 就通通砰 躺好睡好了 然後兩頰紅通通的這樣 然後那好啊 那你躺好了沒差 我就不用再照顧你 我也去洗澡 洗一洗澡就開始 我也要睡覺啊 對不對 那我家不可能擺兩張單人床 是 一定就是一張雙人床 擺兩張雙人 我家沒有那麼大 我家沒有那麼大 那變世人房 家庭房 因為他比較 等一下 我是住家 不是床的世界 然後就 你總是有沙發吧 就睡啊 可是不行 我要第二天我要工作 我要好好睡一覺 你不能讓我 揪在沙發 第一天早上起來落枕 然後就睡 睡一睡 睡一睡之後呢 前女友她就說 就是心裡面難過 還是很想你啊 然後掉兩滴眼淚啊 然後我可以 可以不可以抱抱 從這一話開始就錯了 這一步就踩錯了 可不可以抱抱你要說什麼 沒關係啊 抱抱 然後睡 然後接下來就越往 越睡越下去了 我也碰過類似這樣的情形 你就是 半夜我在家 然後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 欸 你是那誰誰的朋友 對啊 比方說秀慧 他說你是秀慧的朋友之外 秀慧現在醉到一個在地上亂弄 他不起來 他也不回家 你要不要過來看看 他一直說要去你家 還有 對 他們都會說 而且他在現場一直大喊你的名字 對 然後你去 我要去誰家 我要去草芳之家 一樣的人嗎還是 不不不 不一樣 不一樣啊 我那次去接那個女也是 在鈴聲的錢櫃 我一去的時候 直接在大廳 那個裙子都已經看到 我大口來眼都看到 你不小心拉它拉不起來 整個人就 就跟死掉一樣 然後就說 陳文明來了 你是不是要跟他走 然後他朋友還想說 因為不認識我嘛 是不是確定說要跟我回家 是跟我是交情是OK 後來他三次 文明哥來囉 你要跟他回家嗎 嗯 跟他回家回家嗎 這好像就像在關路音樂嗎 你們兩個行啊 三杯嘛 三杯 三杯要先杯我就帶回去 這很快嘛 我就帶回去 那是命運啊 他講的是喝醉 不是招魂 他講的喝醉 後來呢 然後我帶回家跟他講的是一樣 帶回家你就把他扛到床上 往床上一丟 喝醉你能怎麼樣 前女友嘛 把他往床上丟 你就在客廳看電視了 看他我也累了 我都自己衝衝 我進房間準備要睡覺 我一夏天嘛 蓋的不多 我一進房間 他已經脫得光光 穿一件我的大T恤躺在床上 穿我的T恤躺在床上 所以性感 Nothing but a T恤 on 哦 對 受不了嘛 但是男人要有男人的這個氣度 不可以衝人之圍 好沒有 不碰 你躺那邊嘛 我躺我的 可是躺一躺你就發現 欸 有鬼壓床喔 手就來 對 真的不騙你 然後就來 來來來好 你就 我男生是很容易被挑逗 不能被挑逗 真的不能被挑逗 一挑逗就完了 真的啦 就繳械投降了 真的 我說你醉成亮耶 你行不行啊你 他說 後面的部分沒醉 哇塞 這屬於剛剛講說 分手的沒有感情 但是還想Hilo的那種 前男友或前女友 不是 因為剛剛這位日本朋友講得太好 我跟你講 因為你熟悉這個女人的身體 你熟悉她的所有節奏 你很習慣 其實男人在面對新女人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去找刺激有沒有 那是單純找刺激 可是你如果 比方說交一個新女友的時候 其實你在 在身體上面 你是要花一些時間去習慣這個人 磨合期啦 而且我這邊接到很多個案都是這樣 都是來問 沒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以前我都不相信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麼多的數字 我真的會嚇到 他說為什麼我的男朋友 要跟他的前女友一直聊曖昧簡訊 甚至還要約出來那個 然後他們就說 為什麼前女友這個產物啊 會這麼令人討厭 他們為什麼都去找前女友 我說因為就像他們剛剛講 第一個 熟悉不用再交過 而且這個女生 她自己也不會去外面亂講話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今天我在外面跟人家講說 我跟一個男人那個 或者說我跟我前男友那個 前男友那個通常是比較不好意思講 所以她不會亂講話 而且女孩子的發動點 她的開關通常都在哪裡 只要這個男生她一講說 我最近跟我這個女朋友 真的很不好 女孩子的母性就馬上來 她可以給她原始的安慰是什麼 就是身體 這是其中一種 前女友或前男友 那接下來這種是分手不甘心 然後還要毀掉你名譽的 唉唷 這場有難過 我跟你講這種人很多喔 真的 可能那些都在做形象沒有講而已 其實喔 我有遇過一個是我朋友 因為我就在外面聽到 也是女朋友 我在外面聽到這個女生已經被講到一個 如此不堪 爛掉 對 因為那個男的跟他分手之後 他要找他負荷 可是他就不要 然後這男生就跟小丁 就大肆的到處講說 這個女生性能感 蛤 他就到處說 我跟你講 他床上超差的 他根本就什麼都不會 難吃 對 然後他自己說告訴我他性能感 然後叫我說不要跟他那個 可是我就是覺得說我們就是 我很愛他啊 可是我們就是在交往啊 那我們沒有那個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這樣忍了忍了他那麼多年 結果呢他就去找別的小王了 然後搞得我姨父好像變成我是什麼樣 那他去找小王這麼恩愛 那代表他好像沒有性能感啊 所以他就在外面散步說 正的就是在耍他 可是其實是這男的在外面 到處有女人 然後他膩了 想回來追他嘛 那這女的不要 所以他就跟小丁想去 然後他更惡劣的是有一次 在一個場合裡 就遇到這個女生 有一個男的想要認識他 就對 想要追求他 他就默默的去跟那個 想要追這個女生的那個男生說 欸 他性能感耶 你確定你要再跟他 你要追他嗎 這樣不好吧 你們以後還是會分手的啦 因為男生嘛 不可能忍受得了這種事情這樣 他就到處這樣去散步 導致這個女生 在那一群的朋友裡 名聲都懶了 但是問題是男生 會聽男生這樣講嗎 你會相信嗎 我們聽到如果是性能感 我們會被激起鬥志 對 哪有煮不熟的水 哪有煮不熟的青蛙 那是你本人 不是 但是方向是一樣的啦 就是男生如果聽到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知道說 那個真的假的已經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講的 就是 就想挑戰你 說你冷感也好 說你淫蕩也好 其實反而會激起我們另外一種感覺 但是男生不甘願的情況下 會這樣講 分手會講那個眼裡多爛 多淫蕩啊 誰都傷過啦 真的 什麼都可以講 那誰不講 你就那麼順講 這三個是幹什麼東西 因為在那邊最漂亮的只有妳 我舉秀慧姐 說服妳很弱 剛轉來的同胞看到那句誰說我聊 不是 但是 但是韋明哥他剛剛講到就是 這種男生我真的有遇到 就是在三年前的時候 我有出那個寫真集嘛 全裸寫真 然後那個寫真集裡面呢 我有寫到 有一段是我自己的感情的故事 然後裡面大概有七到八折 就是有關於感情的 那其中有一篇呢 就是我之前的男朋友的一個故事 然後他因為可能也看了那本寫真集 我不知道他是買 還是從他朋友那邊看到這個故事 結果他看完之後呢 他就是在FBPO說 就是說 哎呀 某某某啊 靠脫啊 成名啊 什麼之類的 就留一大篇這樣子 那我心裡想說 妳是不是在說我 因為剛好是我出寫真集的那段時間 妳把這篇文章PO在這個網路上面 那妳幹嘛要對號入座 就在上面就是說我怎麼樣怎麼樣 就拼命講我的壞話 那我心裡想說 我們兩個曾經在一起過 妳為什麼要這樣講 那如果說我可以一脫成名 那所有的女星 只要脫就可以成名囉 妳怎麼可以 因為我做了什麼事情 就否定我的努力 然後這樣說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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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一個女生 呃 他分手跟她的男朋友的時候 他的男生變很很生氣 他就是把那個裸體的照片 PO在 PO在網路 還有就是 這個就惡劣了 告訴大家 就是他的朋友 還有別的人 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壞的人啊 真的不是人啊 有POA片的咧 他POA片連你的名字都寫 比方說 淫蕩六月的什麼什麼 你為什麼要舉我 我嚇一大肚子啦 你就不能舉一個不知名人士嗎 那你們身上沒有掛牌 是到底誰可以舉的啊 繡惠姐 繡惠姐 他可以喔 繡惠姐 生氣 對不起喔 我今天那個來不方便 不是 繡惠姐也有聽過類似的例子嗎 繡惠姐 我自己也發生過就是 呃 分手後 他們女生就會講一些 呃 男生做什麼 可是把他講得比較誇張 讓自己變得比較可憐 大家都同情他會說 你男生真的很爛啊 很糟糕啊什麼 很討厭他 大家都站在他那邊 但是後來 可能你跟那個人講話 你就聽到其實 他是有錯 但是也不一定是那麼的誇張 因為每件事情都有兩面嘛 所以 事實大概都在中間吧 都不要 不要太相信任何一方我覺得 來 古龍 古龍 有切身之痛對不對 你有碰過這樣的事情 呃 有一個女生就是 我分手了 但是她就是好像不願意 因為她好像是 還是很喜歡我 所以她就是 隨便講話跟就是 所有的朋友 而且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我們有很多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所以就是跟剛剛 莎莎說一樣 就是對我她會很好 她會說 你好嗎 你怎麼樣 可是其實老實說 她在就是很亂講話 我覺得其實 台灣女生 平常做這個事情 特別如果是跟外國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有戰猶豫 對 他們不想要別人太快就 別的女生 男生我分手 我本來就有資格找別的女生 那他們就很不想看到 我馬上就找別的 欸 我們剛才分手 你怎麼敢找別的 分手了 對對對 分手之後 不要馬上交新的男朋友 為什麼 那個時候自己的生命 對啊 已經自由了 不是 你留一點情分給人家 沒有 分手 你這樣會太快交接 會讓人家誤會說 你是跟我在這裡 就已經有她了 都已經分開了你們在意幹什麼呢 重點是已經分開了 分開了 但是一開始還是會有所在意 不是 已經分開了 就沒分 聽不懂不會開字幕啊 分開了 就留這麼一點點 曾經在一起 就分開了 你放開了 修侯姐算了 你放開了 修侯姐看字幕 對 看字幕 她看字幕 分開了 乖乖乖 我前女友 她踢分手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她叫了新的男朋友 還打給我跟我講的多好 多好什麼什麼 無良 結果我隔天 把我們兩個的照片 在FPS上刪掉 為什麼還需要呢 她生氣了 幫我封鎖 她把他傷你 對對對 她台灣也刪過 我都聽過了 香港 但這一段看下來 我覺得 文明跟修侯姐真配 整段節目 唯一為了修侯姐 從這邊跑去對面的男性 是陳維津 而且而且重點是 他們一個後前場 一個後後場 真的 分配得非常好 因為這邊的男生 只有我不怕鬼啊 對 那你以為這個就是妖魔鬼怪嗎 你給聽一下 我們的Mondo怎麼說 我是 我是 因為你們的是還好吧 比較就是 你們男生跟你們兩個的問題 但是我有一次很誇張 就是我還接到黑道的電話 你是惹到大哥的女人嗎 不是 那個就是 那個時候的女朋友就是 長得非常漂亮 然後就是我跟她住在一起 然後呢 就是那個時候就很好 她不是台灣人 但是就在台灣的生活 就是我來照顧她嘛 但是我受不了她的脾氣 所以我每次講好的分手 但是她死都不想分手 就是摔東西啊 發脾氣啊什麼的 所以我是就是硬要騙她說 我喜歡別人 我沒有辦法再喜歡你 就是講話比較直接的 有一點 我演壞人的方式去分手 結果呢 不到一兩個月吧 之後就是接到一通電話 聽說你欺負誰誰誰誰 我說蛤 什麼東西 而且你是不是 跟她欺負多少錢錢 她說五十萬 我說蛤 哪來的五十萬 生活費是我判到負的耶 就是有可能就是後來再知道 因為我剛好有幾個認識的 是判我處理 而且就是那個黑道的人真的 來就是在咖啡店 我們在好好聊 我真的嚇死那個時候 哇天啊 我怎麼那麼倒楣啊 但是後來我們聊得開 後來知道她也不知道我是她的前男朋友 就是她在夜內遇到她 就是她喝醉哭了 什麼什麼 我被欺負了 然後就是有人欠我的錢 她還不煩 所以那時候 而且那個黑道人就喜歡我的前女友 非常漂亮 那就是想要 只是想要幫她 她不知道這個過程 所以我真的分手的時候 絕對不能亂講話 後來就是還好 後來她那個黑道人也跟我說道歉 所以就還好 就這件事情沒事 但是一聽到 我都傻你知道嗎 哇天啊 這個也是啊 欸 啞巴吃黃蓮 這個要怎麼講呢 因為很多事情是無憑無懼的啊 對不對 對 譬如說有些女孩子他們會講一個 就我之前有碰過分手的女生的朋友 在外面喜歡造謠聲勢 而且會講一些死無對證 羅生門的事情 好比說 他就直接講一個 就是你 你沒有辦法證明給別人看 沒有辦法證明給別人聽 他就說 講我的床上功夫 還有我的性器官的特徵 我真的沒辦法證 他就說 啊張道志就彎彎彎彎彎有味道 用放大鏡也找不到 哇 誰要有押韻呢 就講這種話 然後人家就 想要跟我在一起的女生 萬一聽到了這個話 他怎麼辦 雖然說性不是愛裡面的全部 但是也占了蠻大的一個比例 他萬一就因為這一點說 那我還是不要好了 但是你一直在圈內 不都是做口碑的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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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種口碑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這種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完全不會強調自己的性能力 我們都先講求不傷身體 再講求藥效 你要賣藥啊 不是 不是嘛 我的意思是說 這種事情是不能拿出來講啦 就算我好 就算我不好 你也得要自己發現 這講就低級了 然後 這個講完之後就算了 接下來他就開始在外面講說 我跟你講喔 我認識那個誰誰誰 曾經跟他睡過 然後我另外一個女生的朋友 他有一個朋友 誰誰誰 也跟他睡過 就是女生在外面開始造謠說 很多女生都跟我睡過 那他怎麼知道呢 是這個跟我睡過的 這個女生的朋友跟他講的 所以我跟他分手之後 才發現有這麼多女生跟他睡過 有誰誰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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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誰誰 剛開始聽一個兩個位 都是聽說都不是那個人 對 剛開始一個兩個位就算了 三個四個五個 一直一個禮拜 大概平均會有一兩個人 一個女生 因為都跟我是好朋友嘛 喬治哥 而且他是 常常來我們節目裡面的 一個 常常來這個節目裡面的一個女生 跟我非常好 他就說 喬治哥 我問你 劉...劉兩樓啦 你有沒有上過那個誰誰誰 然後我就 蛤 剛好上過 怎麼會有這個話 不是 沒有 不是 怎麼會有這個話會傳出來 他說因為那個誰誰誰 指證莉莉說 你跟他有發生過關係 這種最討厭 而且還有另外那個誰誰誰 你有沒有跟他發... 我就說好 從現在開始 你只要聽到誰誰誰跟我睡過 請他到我面前來 我要補稅 所以你是奪稅局在查稅 對 我絕對要把這個欠稅補回來 不是嘛 這種話怎麼可以在外面講 我能理解那種感覺 對啊 下流這就是下流 對 真的很嚇 就我覺得這場真的很糟糕 而且我怎麼跟人家證明 他說你彎彎彎彎有味道 我怎麼跟你證明 你要拿出來證明啊 不行啊 這種東西怎麼攤在陽光下 你怎麼會看到每個人 你看他沒有 沒有 就這樣嘛 這下流這真的想要 真的 真的很暴躍 那文明哥有碰過類似的 完全沒有碰過類似的事情 因為我的事情 直接講出來 你們那個都不叫事情 你們根本不是個事情 就是被造謠嘛 造謠怎麼樣呢 我前女友 我交過一個女朋友多屌 我分手的 滿31天的時候 他法院 直接告我 直接告我 怎麼告我呢 他去偽造一張本票 怎麼 那個本票多好笑 本票的 本票是 就等於是跟他借錢嘛 借300萬 什麼時候借呢 比方說1月1號借300萬對不對 什麼時候還呢 同年的1月1號 當天借要當天還 有人這樣借錢的 欸 這樣何必咧 我欠300萬 欸 究竟借我300萬 我馬上還你 下午就還你 那我在借他幹嘛 對不對 我借他幹嘛 好 然後上面呢 還沒有我的簽名 是用蓋章的 蓋章還是我的一顆舊印章 好 我在整個打官 然後他拿這個東西去告我 那官司打了很久 在整個打官司的過程中間 我就發現 台灣的司法是可以用 權跟錢去控制的 因為對方是 對方的父親是 有利的法界人士 然後在整個打官司的過程中間 我怎麼發現 因為你慢慢就發現 欸 對我有利的證據 比方說法官會查證說 喔 陳維銘 那幾月幾號 那個這位小姐說 你幾月幾號在什麼什麼地方 銀行盜領了100萬 那你那個 那是不是有這件事情 好 等到我提出證明說 喔 我那天人根本不在台灣什麼之類 法官就 喔 好 那這件 那我們下一件 他就 法官就跳過啦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袒護的狀況有夠明顯 最後 官司一直進行到一個階段 法官判我 他有一天在法庭上問我說 如果 如果我們本法庭覺得你是誣告 你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判 我一聽 蛤 你敢這樣子 你敢這樣子在玩弄法律 而且我還是個藝人 那我還是一般人 你要怎麼弄我 玩死我了吧 你都敢這樣 我說 蛤 法官 我說大人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誣告的話 那沒關係 你判我 判我關到死好了 好啦 Eason 就那個誣告的停止 Eason 判了我八個月 我一拿到我覺得 八個月是不是 沒關係 老子去關 我就叫自己去坐牢 你真的真的去坐牢啊 我真的就會坐牢 我跟你講那什麼立法委員說 什麼抗議什麼司法 沒有一個人敢的啦 我是真敢 我真的去 判八個月 判八個月只要執行四個月 然後我去呢 就告我的對方傻了 法院也傻了 因為你現在手機只要拿出來 你只要Google 陳維銘條款 你就會發現 從我以後 從我那個案子以後 就是這樣的刑期 都是醫科法金 不用坐牢 偉人嗎 你設立一個里程碑耶 對啊 你上網查 有這個東西啊 這個已經是鬧上法院了嘛 對不對 但是求復合 也是有一些爛招要出來 對 就是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那時候跟其中就是 他跟之前有個男朋友在一起 然後呢 其實這個男生很喜歡 很喜歡我的朋友 所以呢 但是我那個朋友很喜歡玩 而且有桃花也很好 所以有很多男生 其實也很喜歡他 所以他那個男的朋友呢 就會很沒有安全感 就會覺得他這個女朋友實在太受歡迎了 所以常常呢 就會很想要就是追蹤他的消息 三不五時就會打電話問他說 你人在哪裡 然後呢 你在哪裡我去接你 那我現在已經在你家樓下等你 為什麼你還沒有回來 那因為這樣長期的那個壓力之下 我那個女生朋友跟他在一起也有三四年的時間 而且那個男生每次都用這個方法 一直鎖定他的一個行蹤 那他覺得他完全沒有自由 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跟這個男的說 我要跟你分手 那因為那男的實在太愛他 覺得他沒有辦法跟這個女的分手 所以呢 就會開始耍一些些就自殺 他就會割我 割自己的手 但是我那個女生朋友呢 因為他這個行為他反而更害怕 因為他覺得你每次都用這種方式來威脅我 那如果說我這樣跟你在一起 不是以後壓力會更大 那後來那個男生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點精神有一點問題 因為他實在太瘋狂了 所以他還去看了精神科 然後那個男生的家裡的人 後來都知道這件事情 結果他姐姐來求沒有用 後來那個男方的父母 後來也去求我的朋友說 拜託你可不可以跟我兒子在一起 我兒子真的很喜歡你 那對方的父母都來求他了 怎麼有這麼娘炮的男人啊 就是有 而且他很可怕 他就是每天 因為那時候他 每次那個男生來找他都會很緊張 就是到最後他還會去他家樓下 等他回家 然後他都會打電話給我 那我就說 你就跟他講幾句話啊 就是安撫他的情緒 但是那個男生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但後來最後他父母來了 我朋友就想說 你的父母親都來了 好啦 那我就是再試試看跟你在一起 好了 那後來他覺得 這樣也行 搶摘得瓜不甜 威脅得來的感情 真的會成功嗎 但是那個男生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但後來最後他父母來了 我朋友就想說 你的父母親都來了 好啦 那我 就是再試試看跟你在一起 好了 那後來他覺得 這樣也行 但是後來真的 我也想要跟張情人在一起 那你要想辦法 不是 對啊 那你也想辦法 你告白什麼 瑋哥 不是 我就覺得這太娘炮了 這行為 我那女生呢 最後還是跟那個男生分手嘛 結果那男生其實他一直 就是不斷地打電話給他 然後繼續地去他們家等他 然後我那朋友就後來去拜託他家裡的人說 你的兒子真的有問題 可不可以就是 反過來拜託他們家拜託你不要讓你兒子出現 拜託你 就是後來因為他後來他自己家 那個男方家人也知道他兒子這樣真的有點過分 所以後來他家裡的人就叫他不要再這樣子 這個女生其實真的不喜歡你了 後來我那個朋友其實就 決定就是先搬離那個家 就是跟自己搬出去住 其實他去他工作的地方 他也跟他的那個同事講說 你千萬不要跟他講說 我在哪裡住 就是讓那男生完全找不到 後來才好不容易把這一段感情給斷開來 這個已經是不好的例子了你知道嗎 更不理性的都出現了是不是 其實我在美國有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他又交一個男朋友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很配合他 他看起來非常nice 比如說就是他們去逛街 他們去百貨公司 他會保養他開門 對不對 然後他也送他一隻小狗 對不對 然後常常會給他玫瑰 所以後來這個男生好像他變了 好像他真的有精神問題 比如說如果他打電話給他女朋友 然後他不接 他就會罵他一下 然後他越來越來想控制這個女友 然後覺得OK 這個這樣的關係不行 我們要分手了 對 然後這個男生就警告這個女生 所以 你真的會後悔喔 對 然後他就沒有看到他 但是過一天 這個女生他要準備去上班 然後他就開門 然後他看到他的門都是有雞蛋 就這個男生有丟很多的雞蛋 對不對 然後這個噩夢就開始了 對不對 後來 好像過了一兩個禮拜後 他也要準備去上班 後來他去找他車子 然後你知道他車子怎麼了嗎 這個男生他把他所有的輪胎就刮 然後就 對 然後他把他所有的玻璃 就是就破裂了 他是有跑在公司上班的 對對對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也有上了新聞 因為這個真的很奇怪的事情 後來這個警察有找到這個指紋 對不對 然後知道是這個男的 然後他們去那個理髮廳 做那個restraining order 就是你不能靠近他 保護令 精致令 對 然後 然後 最 我覺得這個還沒結束 我覺得最可怕 就是你記得我說 這個男的有送他一個 一個小狗 對 他有 不是他的狗 這太狠了吧 對 真的很狠 爛人 對 我覺得真的要 你交男女朋友真的要小心 夢多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不是我啦 不是我 而且我只是在日本 不是美國 你也去過美國住一陣子啊 是啦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 哪一個 我是卡拉福尼亞 你在哪裡啊 我也在卡拉福尼亞 就是你了嗎 不對地點不是還蠻好的嗎 對 不是 不是 我講我的東西好了 那是我朋友啦 就是 我男生朋友跟女朋友分手之後呢 其實那個女朋友還是很愛他 而且他們之前就是住在一起 所以他有鑰匙 對 他就是男方的鑰匙 然後呢 他分開了之後 差不多一個月 有一天他上班 從上班到回到家 哇 房間變得很乾淨 而且昨天有吃東西 已經就是煮好的東西 煮好的東西 對 煮好的 你會吃嗎 我補充一下 這種我碰過 就是男生跟女生在一起的時候 我會給你我家鑰匙 可是分手了 很多男生會不好意思說 啊 鑰匙還我 嗯 就像廖天釘一樣 他是 他是異賊 他怎麼會來偷東西 行為 但是就是我覺得這個 女生以為就是這個是男生 為男生 而且就是有可能是可能 會和好的機會 但是我們男生會很怕 今天呢 聽了那麼多案例的分享 其實好聚好散 再見不難 對 分手真的是一門藝術 是 那這個呢 好聚好散喔 都要拿捏得很好啦 好 我們已經要結束了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那我們二分之一牆 下次見 祝大家幸福美滿又健康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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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rograms 我們有